好那说到台南市区余会的理事长林世杰 他是有黑道背景的 绰号叫做土鸡 他的黑历史在地方上面也早就不是秘密 20多年前他曾经涉及到总司军火案遭到判刑 后来他也投入到政坛 代表民进党参选市议员的时候是落选 到了2018年他受到市长黄伟哲的重用 担任农产运销总公司的总经理 之后他去参选台南市区余会的理事长而获胜 今天他被枪杀身亡了 这背后到底牵扯什么样的恩怨跟纠纷 警方也在积极的调查 四名嫌犯投递第一前面一大堆枪械子弹 通通都被警方查扣 台南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20多年前曾把枪藏进马达 因为走私军火遭到判刑入狱 早年从商还意外进驻政坛 最需要的就是伪刀 能够有专业 走进传统市场跟民众拔甘情 现任的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2018年曾参选台南市议员 在朋友眼里他经常意气相挺 知情人士透露 林世杰黑白两道通吃绰号土鸡 早年经商有成 曾任台南市商业会理事长 后来投入政治活动 代表民进党参选市议员 实力后就交棒给女儿林依庭 2018年获得台南市长黄伟哲提拔 聘他为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在2021年当选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 地方政商人脉丰厚 我们是非常的震撼的啦 也非常震惊的 因为突如其来的消息产生 我们也有点错愕这样子 理事长遭到枪杀 余会内气氛一片低迷 一桩命案牵扯出林世杰过往种种 枪手犯案动机 是否牵扯到背后庞大利益 也让外界勿力看花 华市新闻刘汉生台南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